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好像是大家的老母亲一样 不仅是给予他们温馨温情的关怀 而该说的该讲的智慧也一点都不减少 不管是透过此期月刊或是近诗语 就是把正确的理念带给大家 有时候说说故事 有时候就让大家透过很多的互动里面去理解 其实自己的人生里面还有很多的机会 是可以透过改变翻转自己的人生 在这个看守所也主动找了 直接的团队一起去做关怀 有时候在这个过家节的时候 中秋节你就可以看到 云彩老师轻轻地奉上了那一杯茶跟月饼 90度的送上了东西 送上了那份的点心 那份的爱跟温暖 还有感恩跟尊重 深深地感受到了 在这个受刑人的心里面 设计了这些近诗语的学习单 你看到近诗语学习单里面 每一个每一个的题目 后面都有红红的字 都是云彩老师 亲自回复给这些同学们的 甚至还打上了这个成绩 读书会里面 慢慢地也带入了经典水灿 水灿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 都是警示的故事 也有很多关于做出事之后 能够迷途知反忏悔的一个预言 也透过戏剧的演出 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容易懂 所以当这个连续四年的 这个水灿的经浪演绎完之后 很多的同学 甚至在演绎之后呢 就流下了自己的眼泪 甚至给了他自己一股力量 让他相信 只要我愿意 我也能够改变我自己 也能够翻转人生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也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这份的爱 其实透过了云彩老师 跟他的关怀团队 传递了很多的更生人 在中间这位更生人叫吴绍明 当初是因为吸毒的关系 所以入了狱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了慈禧之功 一路的陪伴 他有一天终于能够踏出了监狱 没想到他也接连的是遇到的 他的妈妈的离开 爸爸的离开 甚至连他的哥哥也因为吸毒过多而暴毙 被人气势荒野 所以他就跟他的姐姐说 你能不能帮我找 以前我在监狱里面有一群人 好像是慈禧的志工 能不能叫他来接引我 我想做慈禧 所以接连了三天 姐姐透过了好多关系 去找到了慈禧的志工 云彩老师就把他连结起了 能够去关心他甚至帮助他走过这一段 在这个初遇过后再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 后来他们也决定要先暂时脱离 屏洞的这个环境 到了花莲 特别邀请了高维英师兄 他也曾经是受刑人 就教着吴少明先生 开始通过水电水泥工等等 学习一技之长 现在他在慈禧的陶瓷方里面来工作 制作这一个陶瓷的过程里 他说原来其实人生是可以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里面 越来越好 让他感受到其实我的生命里面是可以不一样的 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也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云彩老师走进了监狱 走进了社会 走进了人群 那抹最美的云彩映造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 点亮了希望跟光明 慰尹宫的旅程带给你更多温暖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 我们在山上 星星街在美与客 进藏演绎主要就是让他们的经文里面 看顾心理 那表现在外面 所以让他们忏悔 出来了以后呢 他们知道不要再做坏事 还有行善行孝是不能等的 像近世瑜里面讲的 只要社会上多了一个好人 那么就少了一个坏人 那这个社会就比较祥和 优优独播剧场—— PAO! 感谢观看